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6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蒋文杰 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全中运执委会秘书处 在15号召开中华民国110年 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第一次裁判长会议 而县长徐正卫也颁发了裁判长的聘书 同时也和各部组来讨论分工的事情 来迎接明年4月花莲主办的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的审视 欢迎现场徐正卫与各界贵宾16号在交易处 共同为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执行委员会接牌 努力为明年即将登场的全中运做好准备 先府也热情地举行接牌典礼活动 紧接着由现场徐正卫与各界贵宾共同接牌 办法组委会干部各工作部组长聘书 会中同时也对外公布赛会logo标语基项目 花莲线鸟朱鲤 logo与太阳的故乡以及城市DNA的理念 将花莲线融合圣火点燃 以及获奖的荣耀等多种元素 今天是花莲线在举办111年全中运来预先来做接牌的动作 第一个111年全中运即将在明年4月中旬来举行 花莲线政府已经睽違了17年没有办全国性的全中运 尤其是在去年我们这个争取全民运在花莲 让整个花莲的这个运动的基础建设能够提升符合到全国的标准 而我们继续来争取111年全中运在花莲 尤其是全中运的这个运动场馆的要求甚至高过于全民运 尤其是它是国际以及全国性的标准 它是有关于学生在晋级国际比赛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前哨战 所以我们用最谨慎的态度以及最严谨的这个工作态度 来面对明年的全中运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除了接牌以外 我们也发表了我们的主题曲曙光 以及发表了我们的标志以花莲县的光 以及花莲市石头的故乡为主轴 那更以我们的县灰为标志之后 让它长高让它更加的修长 而且意向的是全中运的光荣以及荣耀在花莲 那另外我们的吉祥物 从这个也是采取我们花莲县的县鸟朱离 现在许中运表示全中运是国中高中最高的运动殿堂 更是体育届年度盛事物类迎接名年度全中运 幸福团队全面动员22种竞赛种类在县内举办 也商界了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场低进行 现在许中运则曾幸福团队规划各项赛事筹备工作 从硬体到软体的设备、举办动线规划、运动设施设备、场馆配置等等 就是要让选手们有优质的赛事体验 让喜爱运动的全国各地朋友们享受在花莲比赛的过程 记得喜欢花莲视频道